在广东著名桥乡潮州 记者日前见到了潮州动车运用所女机械师吴代敏 平日里 吴代敏主要负责旅客服务设施的日常检修 包括动车上的座椅 电茶炉 照明灯光等 时下正值中国春运 吴代敏将创作的复兴号 和谐号等剪纸作品 赠送给下身动车组上回家的旅客 今年春节快到了嘛 那旅客都带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觉得我都可以体会到这份喜悦来了 因为有些人可能大半年啊 没回过家了 然后就想把这份祝福都给带给他们 祝愿他们都是能够一路平安 顺顺利利的和家人团聚 今年39岁的吴代敏是潮州人 接触剪纸这项传统民间艺术已经20余年 工作之余 他经常拿起剪刀 将生活中的场景幻化成曼妙的剪画 十几年前 前妻的话是有这方面的爱好兴趣 就是从一些生活上的场景啊 这些比如说一家四口啊 一家三口啊 还是情侣两个人啊 这些来表现出了对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 然后也让我们大家体验到了生活的乐趣 一把剪刀和刻刀 一张红宣纸 吴代敏就能创作出复兴号和谐号动车组 车上的头灯 雨刷 导流罩 受电弓等零部件 在它娴熟的技巧下跃然纸上 剪纸是要稍微有一点点的绘画基础 然后它因为你先要构思构图 剪纸它是有一种叫做留白的 你在剪纸上 你要把那个留白把它从那个白色地方先去掉 然后你才能体现它的那你想要的东西 就比如说人生吧 你就是在人生道路上 你就是不停地去掉你缺点啊 不想要的东西啊 然后才可以得到你 然后你再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停地进步 吴代敏告诉记者 他第一次看到了剪纸艺术作品 就被他们的视觉效果所吸引 产生了要成为一个剪纸艺术传承人的念头 目前 吴代敏的创作题材主要与铁路文化相关 在这个铁路这个行业已经有差不多20年整了 所以说好像把这个青春啊 都是在奉献给了铁路事业 然后就觉得对这些铁路真的是留下了太多的那些美好的记忆 希望呢 接下来在这铁路事业上还能奉献我一点点的光芒 一点点的热量 据了解 在中国 剪纸艺术已有上千年历史 流派众多 广东潮汕剪纸是其中的翘楚 在潮汕地区 每逢传统节日 寿陈 婚姻嫁娶 当地人都用剪纸贴饰在礼品上 以起祥瑞吉利万事圣意 不过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潮汕剪纸日渐示威 年轻人对于剪纸艺术的了解越来越少 中国就是剪纸算是一名民族文化吧 然后它也是一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说 我也希望说 这一门现在好多人可能也就是接触的比较少一些 我就想通过我呢 然后来做这些 做这个事情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